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毛鸦鸦孩子的胎毛 何一姐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想帮你了 我想帮你确认一下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这个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拿到的 到处你得谢我 据我听说 毛鸦鸦在结婚之前 应该只有你一个男朋友吧 那这孩子的爸爸 不会还有第三个人吧 何鸦鸦 你说话注意点 好好好 当然了 这个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答案 选择全在你 现在我要回去想一想 在孩子摆日宴那天 我要送什么样的答案 我有一点 我看她freattl 快来 你自己要做什么 来 是吗 你自己要喝喝 什么东西 行吗 行吗 还是演呀 看来小学 我真的长胖啊 是啊 没吃水果 你一定要喝水 好好好 你今天没想起来 哎哟哟 以前的事情 你忙完啦 你忙啊 你们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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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都不搞你 你儿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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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带你儿章 你看 谢谢 谢谢 帮你那个吧 还好 那吃 不知道 你叫他来的 当然不是 我叫他来干什么 那谁叫他来的 我好开心 来吃 我妈 我家 我姐这边 哎呀 好像了 来 嫂子 妈 我说 妈 老板 怎么样 何雨琪是不是你叫来的 对呀 怎么了 你叫他来干什么了 我叫他来看看这什么场面 我让他看一看 你跟芽芽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幸福 让他知难而退 他会退才有鬼呢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我的决定肯定是对的 我已经 这不 真的是我妈 亲家母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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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去过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大姑娘 多来来来来 大姑娘 多来来来来来 大姑娘 亲朋亲友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好 大家安静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各位各位 首先呢 我真的 非常地真心地谢谢大家 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 来参加 我们刘家的长孙 笑笑的百日宴 谢谢 讲到这里呢 我又想提起往事了 想当年呢 我自己一个人 带着刚刚会说话的刘伙 来到了北京 人生地不熟的 一边打工 还要一边把她拉拔大 不过 老天对我真的很厚爱 刘伙现在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再说到 我的媳妇毛鸦鸦 她是这么地可爱 漂亮 最重要的是 她非常地善良 而且 替我们刘家生了 这么可爱的一个孙子 笑笑 所以说 今天是我薛东娜 这一辈子 我最幸福的一天 我希望 把我今天的幸福和快乐 跟大家一块儿分享 好吗 好啊 好啊 真的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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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兴 你也说两句吧 好 那个 要不我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啊 我得说 您说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要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说话 晚上别说 这个 谢谢 小姐谱啊 小姐谱 我点谈 小姐谱 这么着吧 我代表说两句吧 好 咱们共同啊 祝福一下小宝好不好 咱们 祝福你 祝福 你不叫小宝吧 小宝宝 好好好 笑笑 小宝宝笑笑 咱们共同祝福小宝宝 好不好啊 好 咱们祝福小宝宝 健康快乐成长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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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啊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我看看这小宝宝 好可爱呀 我看看我看看 宝贝好像妈妈呀 就是不太像爸爸 好哈 何玉琪啊 可能你还不知道吧 笑笑 长得跟刘火小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你没看见过吧 你懂吗 何玉琪 谢谢你 但你可以走了 火 你干嘛这么急就赶我走了 我今天来 还要拿你欠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你记不住没关系 我替你回忆一下 三年前后海酒吧 你曾经说过 如果以后 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 怎么办 我当时说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相信 我们彼此的内心 还是都有对方的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 先结婚先生孩子了 那另一个人 要给他最真诚的祝福 和最真诚的拥抱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吗 灵火 来吧 我在等着你的拥抱 你 等一下 灵火 我还你 灵火 你至于吗 只不过是一个祝福的拥抱 也不至于那么小气吧 还是你怕我和灵火抱完之后 就再也分不开了呢 灵火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一个男人 也是我心中唯一的男人 他能得到幸福 我也能得到幸福 我应该是最高兴的呀 今天我真的是来真心送上祝福的 难道这也错了吗 去考爱情啊 妈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想当初我和灵火一起办公司 一起守护我们的爱情 灵火一直跟我说 他说想要个孩子 可是我一心都在工作上 算了 不说了 我看看孩子吧 请你不要碰我的孙子 轩阿姨 你这是怎么了 不是你拿情点请我来的吗 我看一下孩子也不行啊 我请你来 是让你看看 刘火跟鸦鸦 他们是多么的恩爱 不是让你来捣乱他 我哪有捣乱呀 你看您说的 你走吧 好 我说完了我自然会走的 不必说了 什么都不用说 请你现在立刻 给我走 妈 你小声一点 刘火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我们每个人都有犯过错 可是谁又能保证 这一辈子都不犯错吗 亲姐 你今天把大家邀请来 是参加笑笑的百日宴哪 还是来寻找旧情的 刘火 我 请你给我个答复 妈 把笑笑给鸦鸦 走 我们回家 妈你干吗呀 走了还在这干什么 妈 你干吗呀 这就已经够乱的了 妈呀 我问你 你能像我这么爱流火吗 你能做到吗 你够了 上够了没有 走吧 我们都走了 走回家 走 我也走了 走走 走了 妈 妈 黄小姐 达到目的了 小阿姨 你干吗这么说呀 既然你们不喜欢我 那没关系 我走好了 不好意思 一场误会 好 让大家看笑话了 行吧 你们自己照顾自己 我就看到薛姨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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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意思啊这是 挺好的百日夜 你瞧弄着什么样子 咱们也走吧 那什么 咱 咱们也走吧 你把这杯子都给人喝下 别打扫 走 走咱们 妈 别理他 妈 你少说两句 你留下 你跟他把话说清楚 就是 跟他把话说清楚 妈 你说你追过来干吗呀 不怕和雨气发疯啊 你在说什么啊 刚才那情况人那么多 我能怎么样啊 刚才那会儿 但凡你态度能够强硬一点 她和雨气能闹起来吗 好了 别说这个了 我们一起回去 哄哄我妈 我不回去要哄你自己哄 又不是我妈 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不是你妈 你说把和雨气 请了谁的主意啊 现在不光你妈 我妈那边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那怎么办 我妈那态度你也看见了 她现在把笑笑带回去了 我能怎么办 我得先回去吧 等她气消了 我再把笑笑带回来行吗 你也赶快回去 留火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我没想怎么样啊 今天这个情节 可是你妈妈特意给我 她特意邀请我来的 我有说假话吗 我说的哪一句话不是实话 我有胡说八道吗 你怎么那么快啊 连一个孩子的百日宴 你都得搞砸 你到底想破坏多少事啊 我破坏什么了 你真的是实心实意 要办这个百日宴吗 废话 这个孩子 是你的吗 这个孩子当然是我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警告你 你别想伤害孩子 那你就当我随便 跟你开个玩笑好了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吗呢 你干吗那么紧张呢 你那么激动干吗呀 赶紧回去吧 家里很多人等你 我也走了 我就不应该认识你 来了 来了 欧麒麟 丫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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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 孩子睡着了 我他们小区去住的 搬过去了 我说你怎么当人哥哥的呀 人家被欺负成这样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呀 您这叫猫哭耗子假词呗吧 行了行了 他 他住在小区什么位置啊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 算了算了 我自己去这儿 走了 我不送了 自己帮我们家门关上啊 王心连 你怎么跟人说话这个谈 气死你 学姨 别生气了 气死你 你说今天晚上闹了 孙子没了 媳妇跑了 我这算什么呀 本来我请何雨琪去 就是希望她能够知难而退 没想到搞得我自己 鸡飞乱打的 学姨 你今天晚上就不应该 请何雨琪来 回来了 牙牙呢 牙牙呢 孩子呢 孩子呢 他们回家了啦 我就说嘛 你看到了吧 那个何雨琪 有多可怕 他真的什么都敢做 今天晚上 他种种的表现 明显的告诉你 只要他为了达到目的 他会不择手段的 你真的离他远一点 你才离他远一点嘞 你没事给他发什么情帖啊你 你知道什么呀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 大的计划了你知道吗 没想到 他是比较厉害 破功 反正我知道我不应该 这样子请他去的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把 鸭鸭接回来 还有我的孙子 你还不可以帮我把 你还不帮我把 求求你 好了我知道了 你别再挖坑给我跳楼以后 哦 季佳佳 快快 什么 你们怎么能够告诉他 何雨琪住的位置呢 我们也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他 他又说何雨琪要害你啊 我跟童话打个电话 哎呀 你放心吧 他不知道何雨琪具体住哪儿 你们小区那么大那儿 那么容易就找着了 你看吧 现在童话的电话还打不通 明天我就去办公室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告诉童话 何雨琪住的位置 不然就要闹出大事了 你说这一天天的 怎么这么多事啊 能先生 怎么这么多事啊 他已经那一世上午 我想我想帮你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那我可以想帮你 我能够打个电话 那你先帮你 他在这边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现在说不怕 我真想撞死你 让你从这世界上消失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想撞死我 来呀 你撞啊 你以为你撞完我 你有什么好下场吗 我是有病 这都是被你给逼的 你害了我哥坐牢 现在又想来毁我了 是不是 你害了我哥坐牢 你为什么要在向辉密前多嘴 说孩子不是留伙的 为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听你这意思 你早就知道那孩子是向辉的了 对了 你是毛丫丫的闺蜜 你抢了闺蜜男朋友 要说无耻 还真没有人能跟你比 人前人后两张皮呀 就你做的这些缺德的事 你怎么好意思去说别人呢 你 办任何事之前 你先动动脑子吧 就你这点情商智商 算了吧 雨琪 我早就要杀了你 好 雨琪姐 小青 你来了 你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怀疑那个孩子不是留伙的吗 对啊 我现在确定地告诉你 那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 是毛丫丫和他之前的男朋友 向辉所生的 不会吧 雨琪姐 现在薛姨可疼那个孩子了 你要是让薛姨知道 那刘家不得闹翻天了 所以这件事情才非同小可呢 你想啊 你薛姨那么疼这个孩子 如果他知道 这个孩子不是刘伙的 他会怎么样 他一定不会让刘伙和毛丫丫在一起 对吧 对啊 这不也正是你想要的吗 是 可是 我应该做些什么呀 傻孩子 哪有你做呀 你想 你们小区里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人可以替你传话 重要的是 你还不能让人家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 一旦知道 即便是这个事情成功了 他们以后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知道吗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好 那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儿他们找你了 行 我走了啊 有了 是啊 这个我早就听过了 这个毛丫丫真是不简单 一块肩膜都被她用绝了 可不是吗 听说薛姨一家人还被蒙在鼓里呢 真的假的这事 真的假的这事 这种人 哪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她不得被扫地出门 可不是吧 可不是吧 我说半天找不着人 你在这儿跟他们聊什么呢 我一人忙着热火朝天哪 李主任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现在大家可都在说 毛丫那孩子不是灵火的 你那别怪我说过这坏话 你嚼舌的根子 有理这样的吗你 你对情毛丫丫的吗 你对情我吗你 你对情 你对情吗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你 这话又不是从我这儿传出来的 再说了 那毛丫敢干我凭什么不能说 德行 我这抱脾气 先吃个 loses 行 원 咱们大家还是散着吧 散着吧 走 歐 各位咱们还是散着吧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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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说的就是呀 他们都说这个叫刘火的 还是个大老板的 那女的叫毛丫丫 就咱小区物业办的 是啊 你说这事啊 一个大老板 娶了个普通的物业女工 这事本身就够奇葩的了 还让让让让 你们这几个长舌妇说什么了 你谁呀 谁长舌妇呀 神经病呀你 我谁呀 我告诉你我谁 我就是你们嘴里的 刘火他妈 说呀 说不清楚我抽你 我们也没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再敢再乱说话 你看我怎么揍你 我跟你讲混蛋 干吗骂人呀 我骂人 我骂人 我骂你 我还揍你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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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来的是吧 这几个臭三宝 一大早就在这散播谣言 你说气不气人 刚好你来替我作证 听听人家怎么说 有病吗 你不是 你咋不说话呢 阿姨 这也不能怪他们呀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大家 大家 大家是谁呀 谁是大家呀 都怎么说了 笑什么笑 去 去找毛鸭去 好 好 雨淑姐 轩衣已经知道了啊 雨淑姐 轩衣已经知道了啊 我还有来了 ayım 你哪有一堆 ama 我有点 我aret 我找走了 你怎么翻了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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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等等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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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吃是很 等等吧 什么呀 等 去找刘 我去 去 不好意思 在开会呢 薛姨 刘先生 我们在这儿聊还是外头聊 刘总 那我先出去了 好 你又干吗 怎么样 妈 什么事突然跑来啊 我相信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整个小区已经传变 就说 笑笑不是你的孩子 你说这个谣言气不气人 你说这个谣言从哪来的 不是 不是 拜托 这好奇怪啊 而且你都已经知道是谣言了 那你还气什么 别理他嘛 我能不理吗 儿子 全小区谁不认识我呀 我还要不要脸呢 我还出不出门呢 每个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的 我受不了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必须带着毛丫丫孩子 跟我去趟医院做DNA亲子鉴定 我告诉你 等鉴定报告出来之后 我就从地铁口就贴 地铁口贴完之后贴到超市 超市贴完之后再贴回小区 整个小区我贴得满满的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笑笑是我们刘家的宝宝 妈 你这样不是把事情闹大吗 谁没事自己做什么亲子鉴定啊 这会被人家笑啊 笑什么 这是还我们清白 你懂吗 妈 这 这是我公司 我是有分寸的人 我就不再跟你闹了 现在呢 在公司给做你面子 但是 回到家之后 你必须带着丫丫 还有孩子跟我去趟医院 好吗 这样子我才走 好了 好了 我好像在说嘛 好了 那我走了 小青 让莉莎送你 好 别想溜 我等着你 我拉我了 小青 你妈让你跟孩子做亲子鉴定 你妈怎么知道的呀 那流浩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啊 你先冷静一下 我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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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想办法 其实我妈那个样子 看起来她没全相信 她就只是觉得没面子而已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她接触到孩子 万一她把孩子 直接抱到医院 那就糟了 所以我说 你先把孩子 带回你妈那里住几天 其他的事情 我们再想办法 好不好 好 好了 那我会知道了 那 那我等你消息啊 好 好 谁呀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呀 你 向总 你看上次提到火急公司的疑问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说啊 什么补充 对不起啊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 这次会议是你主持啊 对不起啊 先生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说到刘火的火急公司 说到刘火的火急公司 关于火急公司呢 我是这么想的 安先生 安先生 我知道您个人跟火急公司的 刘火刘总 关系是非常的好 可是他们的合伙人是何语气 他跟同建国的个人关系 非常的复杂 您也不要怪我多想 现在的媒体曝光能力 您知道有多强 我们这个项目呢 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了 我认为他在冲击 所以 你说我公司不分 不是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跟您实话实说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刘火他这个公司 不具备参与这个项目的实力 实力不是说的 是做的 我不是一个公司不分的人 我希望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向总 向总 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我刚刚帮了你一个大忙 怎么着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对了 我还想告诉你 刘火的妈妈已经知道 毛丫丫的孩子不是刘火的了 他妈怎么知道的 纸包不住火这个道理 你应该知道吧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 我要是你 就趁着这个事情没闹大的时候 就带着毛丫丫和孩子远走高飞 不然 说不定毛丫丫还会遭罪呢 你以为我不想吗 我也想 但是现在丫丫根本不想见我 我怎么跟她走 果然 果然 果然是你们两个起来整我 那呀 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你替我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呀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小辉你现在满意了 现在刘火他妈知道 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你满意了 他说出你扔下我们 一生不亏地玩消失 我跟刘火好不容易 组建起一个美好的家庭 你却横空出现了 还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你要怎么样啊 毛丫丫 你现在才想起害怕了 晚了 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我给你听了 何以杰 何以杰 我对你一忍再忍 是因为看到你 对刘火曾经的付出 现在你所做的一切 让我对你忍无可忍 莫丫丫 你装什么情稿啊 本来就是你插足我跟刘火 孩子本来就不是刘火的 你早就应该带走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你真险 你真厉害 你没有联合起来对付我是吧 晓辉 你要跟我抢孩子是吧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孩子是我辛辛苦苦 怀的许愿生出来的 何以杰 你要跟我抢牛火是吧 我告诉你 也没门 我跟刘火好不容易在一起 不是说分手就分手的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白费心机了 你们这么做 除了让我跟刘火 更加看不起你们以外 其他什么用都没有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胆小懦弱了 我一定会好好守住孩子 守住刘火的 你们快等着吧 你做梦 我绝不会放手 刘小姐 安先生 拨个电话给刘火叫他来 好的 刘总你好 安先生请您过来一趟 麻烦您帮我转告安先生 我马上就到 谢谢 刘火怎么办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妈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毛鸭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你妈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之后她对肖肖那么好 她现在肯定上心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别担心 这一切都是我坚持要您做的 我坚持要您嫁给我 我坚持要您瞒着我妈 这些骗女人都是我开始的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我会帮你承担的 你别担心 你说 这件事情我们真的都能承担吗 你放心 可以的 你相信我 只是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笑笑的身世怎么会真的暴露你呢 你假服 你 别跟谁 我 tricky 我 你真是忧 Bab 有这个问题 你听我说 你 我 肖肖 我们是一家人 谁也分不开 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把肖肖带回你家先住几天 我还得赶去静安先生呢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好吗 薛姨 这么按按手机关机了 难道大家的传闻都是真的吗 要不然她干吗关机呢 薛阿姨 小青 这么巧啊 你怎么了 看这好像心情和状态都不太好 是因为那个孩子的事吧 您说您疼了这么久的孙子 居然跟您没有血缘关系 何雨琪啊 您在胡扯些什么呢 薛阿姨您就别骗我了 现在整个小区都在说这个事情 我认为无风不起浪啊 您说您今天闹了这么大的事情 她毛牙牙不可能不知道吧 如果她知道的话 她怎么不来找您说呀 如果她被冤枉 她肯定得赶紧跟您澄清啊 她现在有没有给您打电话来说这个事啊 这些事情呢 不需要你关心 也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做 我怎么会教您怎么做呢 我只是觉得 我想给您出个主意 您说 现在最重要的 是不是应该做个亲子鉴定啊 那样的话 不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 你去哪儿啊 去找毛鸭鸭 你就是不说我心里也明白 住得好好的突然回来住了 这里面肯定有事 你跟刘火不能这样三天两头脑矛盾 妈 这次不是 向慧她知道孩子的事了 什么 向慧知道笑笑的身份了 刘火她妈也知道了 妈 妈 我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特别的害怕 我现在连手机都关机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妈他们找上门来了吧 要不这样妈 我现在孩子请我躲一躲 你就跟姚明说 我不在家啊 芽芽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他们就是现在走了 明天也一定会来的 直里包不住火 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对 你说得对 逃不掉了 该面对的左右面对的 这么多了 你不得了